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似乎没有什么攻击的意象 我正瞧着 兰霍忽然伸手快速夺过文敏妖精的手枪 紧接着便是一声上堂声 不等我们反应过来 兰霍砰砰了枪 直接打爆了舌头 文敏吃惊了一惊 就说 这是干什么呀 兰霍懒洋洋地说 闲下柔为强 难道等他来咬你 文敏皱了皱眉 没有吭声 大约是很不满意 揽获这种试杀的态度 但毕竟是一条蛇 而不是人 因此也没有多说 我们绕过蛇尸 正打算往前走时 我眼角忽然瞥到 而蛇竟然动了一下 似乎没死透 头都抱了 怎么还没死 我不由地蹲了一下脚 侧头一看 却发现从破烂的蛇头里 赫然钻出了一个东西 不就是那个消失的蛇头吗 我靠 这东西竟寄生到宅蛇的身上 我立刻叫道 小心 幻音刚落 地上蛇尸猛然掉降起来 尾巴快速探出 一瞬间便猛然缠住 离得最近的文敏 文敏也知道 这玩意的厉害 顿时紧紧闭着嘴巴 只是刹那之间 蛇缠人力道很大 缠住他脖梗之后 一张漂亮的脸煞蛇间变得通红了 那颗恶心的 已经破碎的蛇头 就这样直直地 想往文敏嘴里窜 他一边紧咬牙唇 一边快速拔出腰间匕首 瞬间将蛇斩坐两千 我比欧地松了口气 心说幸亏是文敏 要是换做其他女人 保证是张嘴大叫 然后直接让那玩意儿 给得逞了 这一切都发生在瞬间 无声无息 没有人敢张嘴 因此周围一点声音 都没有发出来 文敏在将那蛇斩断之后 猛然伸手 将断头那一半 狠狠往墙上一抽 刹事间那条蛇头 被拍在墙上 发出啪的一声响 他脖子上还缠绕着 血淋淋的半条蛇呢 手里就抓着另外半条 根本不给那蛇头反应的机会 啪啪啪连续抽了起来 半条蛇被他在墙上 抽得劈开揉战的 那蛇头一样的东西 显然也是有痛觉的 呼地掉在地上 就在这瞬间文敏踏出一脚 猛然踩了上去 脚掌揉碾着 才能玩意儿根本就无法动态 他漂亮的脸上全都是血 头发有些散乱 神情严肃而凌厉 独眼龙 咕咚咕咚咽咽咽咽咽口水 对我说 当下来 这么彪悍的女人 你都可以想住 老张我彻底服了 我只觉得自己的舌头 也仿佛被一只脚狠狠揉碾一般 看到我眼皮子直跳 闻言苦笑说 你懂什么呀 这叫经过不让须眉 这是 懒货已经拿出刀 猛然一刀插在那碗儿身上 把她捅了个对船 闻敏这才收了脚 紧接着将脖子上那条蛇 给扒了下来 冲我一笑 对我刚才说的话 表示嘉奖 说 还是我家陈玄会说话 能不会说话吗 我可不想回头 被你踩在地上揉啊 独眼龙干巴巴地说 别在单身面前秀恩爱好吗 啊 我很受伤啊 闻敏扑斥一笑 擦了擦脸上的血迹 将目光移向了揽货刀上的东西 那碗儿的大小 质地就和人舌头差不多 长约二十厘米左右 其中一端 还长着无数细小如发丝一般的小处须 和当初寄生哈尔查盖那只小丑 十分相似 只是外观不同而已 此刻 他被串堂葫芦一样串在刀上 不断挣扎弹动着 伴随他的弹动 中间刀口开始扩大 眼瞅着就要把自己割成两半 我立刻说 这东西也是灵液 八成也会分裂 别让它变成两个 独眼龙说 对对 赶紧找东西装起来 熟化间 他摸出了水袋 拧开盖子 懒货便将那玩意儿给塞进去了 最后将盖子拧了起来 整个水袋立刻开始蠕动起来 独眼龙说 不知道这玩意儿生存 需不需要空气和水 这水袋是空的 而且是皮的不透气 没准能把它憋死在里面 你也太一想天开了 不过凡事都要往好的方面想 希望你的想法能够成真本 我们不打算带着这个危险的玩意儿 便拿出固体燃料 将这东西直接给烧了 这一次烧得干干净净 只留下一堆焦灰 这才作罢 众人解决了这一大隐患之后 一路前行 很快便回到之前 那个机关所在的位置 这会儿我依旧清晰地记得 刘队打开机关时的模样 可惜人却是以前那个姿态 离开人世了 生命真的是很脆弱 有时候能活着 本身就是一种福气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 喜欢去无人去探险 以前对于这种事情 我保持赞赏的态度 但现在 在经历了这些年的事情之后 却并不赞同了 这个世界上 人类的足迹 适当的区域 止步 总要剩下一片灵土 留给那些神秘莫测的生物的 到达地方时 寂静就被打破了 一阵咚咚咚的声音 从我们的脚下地板出出来 懒货站在祭台中间 摸索着机关 片刻之后 碰了碰人像的眼睛 是以我们做好准备 先将那些 已经冲出人间的东西 给收拾掉 我们其余四人 各占一方 将手里绳索 达成一个井字形 如此一来 如果拿先知所说不错的话 那么那些东西 窜出来时 我们只需将绳索一收 别能来一个 就捆一个 来十个捆十个 接下来 随着懒货按下机关 我们眼前的地砖 顿时翻转开来 露出一个 四方形 黑油油的洞口 几乎是一瞬间 数颗人头 就一起窜出来了 水碌碌的黑色尸体 一起从黑色中冒出来 如同鬼门关 被打开一般 只要是数年前 我肯定想象不到 自己会经历 这样的事情 而现在 一切似乎都习惯了 原来恐惧 也是一种 可以习惯的东西 我们早就已经 事先商量过 因此反应极快 手里绳索 瞬间收紧 随即双手一脚 便将绳索给绞紧了 这绳索果然有用 原本还气势汹汹冲出来 这会儿绳索一脚 一个个软得跟面条伸 我们就这样 轮流交换着 收拾了三匹 将下方给清理了干净 哈尔茶盖 抹出固体燃料点燃 直接送这帮东西 上西天了 绳索被烧断之后 他们就恢复了力气 四处乱窜 火光跳动 湿臭味弥漫着 如同神仙烈焰地狱一般 等烧到一半 见这些东西也无法再做怪事 我们开始按照原计划 进行水下台接下去 回到那根铁链子上 记了一条绳索 就开始打捞了 这些东西被绳索一捆 一个个老老实实的 像一个个死透的残茧 我们一边捞一边烧 鼻子被尸臭熏得几乎麻木了 瞬间有种 自己是在火葬场工作的感觉 我们轮流上阵 一番折腾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大冬天里 烤着尸体升起的火 也不觉得寒冷 反而是热得流汗 湿火又叫无业火 是消除业障 送人上西天的火 据说烤湿火 也积德可以增福 只是小孩和老人考不得 古时候不流行火葬 因此烤无业火的机会很难得的 而且那时候用火烧的尸体 大部分都是染了疫病的尸体 因此一些高僧火化时候的场景 就尤为壮观了 会有很多信徒去围观 这会儿我们被这些无业火 烤得大汗淋漓 一会儿下水 冷入骨髓 一会儿上岸 大汗淋漓 再好的身体 也经不住折腾 最后 几乎人人都开始打喷嚏 流眼泪了 独眼龙怼红毛说 我们在这儿累死累活的 和这最后就你小子 见便宜了 那小孩肯定还给你 留了别的东西 是不是 不行 回去之后 你得请客 一顿不行 七星楼 十顿 哈尔茶盖 明显是滋润的流油 笑嘻嘻的 一脸捡到宝的模样 闻言就说 一百顿也行啊 我确实得了一样宝贝 但最大的受益者 不是我 独眼龙问了一句 不是你那儿谁啊 红毛露出一个 高深莫测的笑容 就说 天机不可泄露 时候未到 时候到了 你自然知道 行了 干活吧 等我们一个个 替似横流 喷体连天之时 这些东西 才总算清理干净 哈尔茶盖 拿出自己装备包里的面具 戴在脸上 嘴里念念有词 看样子 是在做法事一类的 我们在旁边等了能有半个多小时 这小子才摘了面具 说 这地方阴气太重 我整不了 只能失约了 算了算了 兄弟们 打到回府 看样子 那先知 吩咐过红毛 做超度一类的事 不过 看样子 这小子 现在是打算 失约了 不过 倒没人反对 反正那先知 都已经 超声极乐 我们呢 也没必要较真 几人当即 收拾了东西 顺着灵一 当时打出的地洞 开始 前进 您刚才听到的是 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